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按旁邊的小鈴鐺 左邊的小鈴鐺 shortened desc以左name tab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家兄弟频道,我是阿汤 今次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不韦这一边 因为早晚我们有条影片说不韦这一边的盘基本上都不用打广告 总之知道有得开卖,客人就自自然连过来买 所以这边很难拿到货 而今次我们要拍摄的楼盘,接下来会有新货加推 项目我们之前是有来过的,亦都在当时说过这个区域非常难才可以拿到货 这个项目就是位于北围的保隆城 所以我们这次也来到这一边,看一看未来有什么货加推 亦都看看最新的示范单位是否吸引到你 另外一个我们会提的话题也是观众想我们讲讲我们的看法 就是关于上个礼拜国内推行了三胎政策 有些观众想我们发表意见,到底未来如果是一个三胎政策的话 对于楼市有什么正面的推动呢? 就着这个话题我会在这一条影片的最后部分 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一边的分析和看法 现在我们先交给Panda带我们进去楼盘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Panda 现在珠海很多地区除了价钱上面有帐幅之余 而且都不好抢的,一个就是航空新城 另外一个比较高端就是我们现在现处的八围 今天大家来看看八围这一边 八围属于唐家片区 今天大家来看北站的保隆城 这个保隆城的话比较多人去看好的 除了一些本地人,甚至是深圳那边都有人打算过这边抢 那它现在就是一个即将发售的状态 那不如去看看了解是什么情况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消息中心这里 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发展商的专业销售顾问 阿峰坦佳,你好 嗨,大家好 那现在就麻烦你帮我们介绍我们这个 北站保隆城的一个项目开放 好,首先和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 好 先和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品牌 现在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保隆的一个品牌商 目前我们保隆是90年在澳门成立的 目前它最重要是四个品牌 一个是地产,一个商业,一个酒店,一个文化介绍中心 目前我们保隆地产和保隆商业地产 已经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 是一个商上市的一个公司来的 目前我们保隆它的总部是在上海的 之前都是在上海周边的长三角 环博海经济区 和越西经济区这边是打造这些楼管的 在全国布局有40个城市 有190个物业项目的 目前我们保隆它是进驻越港澳大湾区 目前珠海这边是首站来的 都是在19年那时候和珠海政府签订了一个200万的战略协议 在未来三年内的话要在珠海这边打造一个广东省的美术馆 一个四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和有四个酒店 未来三年内的话要在珠海这边打造四个大型的商业中心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高新的保隆城 第二个的话就是金湾保隆城 和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北站保隆城 第四个的话我们会预计会落位在斗门 未来的话我们会以珠海为核心 福泰城整个越港澳大湾区都会打造我们保隆的项目 在今年的话我们保隆也是和广东省 这边签了一个500万的占预协议 未来的话三年内会在整个越港澳大湾区 会打造三十个这样的密业项目 亦都是证明了我们保隆的一个实力 然后我们保隆的话它在之前都会打造了很多的一个 当地的一个标军项目 比如这个上海七宝保隆城 就是我们总部所在的一个位置来的 这个项目它是由两条龙合成的 首先是一条大龙 龙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保隆的一个总部所在的一个位置 其中中间这条小龙就是我们保隆 投资八千万去打造一个龙顶天目 目前是上海七宝保隆城一个标军的项目 第二个就是我们杭州奔江保隆城 杭州奔江保隆城是我们保隆集团一个标军项目 目前它这个项目的话它当时开业的时候 它一个人口的话就去到二十二万人次了 开业两天的话它一个营业金额要达到两千万 第三个就是我们厦门的保隆一城了 厦门保隆一城它里面也是整个厦门最大型的一个购物中心来的 整个购物中心的话建筑面积的话是十二万平方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超五星级的一个W酒店 全国只有九间唯一一间的话就落位在我们厦门的保隆一城了 因为我们保隆集团的话它是从2003年开始 首个综合体开始点击的 到2007年的话我们福州保隆城开业 它八年时间的话它的价钱就已经翻了八倍了 接着从2007年开始到2010年的话 我们总部的话就会迁移到上海 和到2014年我们在上海布局了四年 现在在上海已经有十六个大型的综合体的了 我们保隆集团的话到2019年的话 在开业的综合体已经超过四十个了 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开业的商业综合体已经快超过七十个了 我们保隆除了有自己的四千人的团队之外 还有七千一百间的一个合作相加助力我们保隆城 未来下面这些品牌的话都会落到我们的项目的了 你现在所看到这个区域图就是我们珠海的一个区域图 我们整个珠海的话它主要是分为三个区域 一个就是珠海市市区香州区 还有一个行情自贸区还有一个西部新城区 然后我们项目现在一个位置的话是位于珠海市香州区 唐家高新区北围科创板块 然后我们项目的话它的一个位置的话是 是位于整个珠海的一个高新区 也是整个珠海所有一个高新企业落位的一个地方来的 目前整个高新区的话它有979家的一个高新企业 已经全部落位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我们项目的话的一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的话 是非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 首先的话在我们项目对外的一个交通的话 有三桥四轨对内一个交通的话有两块线 首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山桥 首先的话就是港昭大桥 港昭大桥大家得知道在18年就已经全线通车了 通车之后的话在香港外域过来 我们珠海的一个企业的话 已高达1037家的 外域的一个人口及经济 都是我们珠海的一个红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深珠通道 第二桥 深珠通道的话它是全长是24公里 它是从深圳的一个保安机场经过马鞍岛 然后在中山这边连接这个中山外环高速 会直播到我们的一个北围片区 它这条线路的话预计的话全长 预计的话是在24年会全线通车的 通车之后的话在我们项目开车 40分钟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那个保安机场这一块 另外第三条就是我们一个深珠通道 深珠通道的话它是目前整个越高大湾区 唯一一条的一个公铁两用大桥 双线8车道再加上4线铁路 这条桥它全长是47公里 它这条桥未来通车之后的话大大缩短 在我们珠海区到深圳的一个时间 这条桥通车之后在我们项目开车 30分钟可以到深圳的一个前海 因为坐高铁的话15分钟就可以到深圳前海的了 目前的话可以看一下周边的城市的一个房价 像香港现在已经均价已经是20万一平了 然后澳门这边是均价10万 深圳前海现在已经均价15万起步 高的话已经去到25万了 另外的话保安这边的话均价现在是8万 跟广州这边一样的大概也是8万的一个均价 可以看一到在我们珠海片区周围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价格 都基本上都已经接近10万起步的了 而我们目前珠海的一个价格的话 现在也就只有3万左右的一个均价 所以说目前珠海这个片区是最具有投资价值的一个片区来的 另外的话在我们项目门前这边就是珠海北站的一个站点 未来它这边的话是有4条轨道的一个交汇 也是国内罕见一个4轨交汇的一个城市中文体 我们项目 然后首先第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现有珠海现有的一个广州城际轻轨 北上40分钟的话可以去到广州南 换乘的话可以去到全国各地的平时的话 如果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 直接上车去南站换乘是吧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现在在广州 广州的一个地铁18号线现在的话已经建到 南沙自贸区这一块了已经建成90% 预计的话是在今年年底左右的话就会正式通车 现在在南沙自贸区这边一个二期线路会沿着南沙去到马鞍岛 然后到我们珠海北站 然后直接去到珠海站的 这条线路的话它已经在规划当中 预计的话在今年年底就会正式的一个动工 第三条的话就是我刚刚给您说的一个深珠通道 叫深珠通道 深珠城轨 可以这么叫深珠城轨 这条桥的话它是跟 这条城轨的话它是跟深珠大 深珠大桥是同深珠通道是同时进行的 它这条桥的话预计是在25年会之前会动工 预计建成的话是要在2029年才会正式通车的 第三条就是我们珠海市市内的一条珠海第二号线 二号地铁线 这条珠海第二号地铁线的话 它会穿过我们整个项目 在我们项目中间这边的话就已经有预留的一个地铁位置 给到政府这边施工的 这条地铁二号线的话是从我们的一个珠海北站 然后直接连接到孔北口岸这边的一个珠海站这边的 现在一个政府的一个路线规划组已经有的了 只是现在因为珠海这边的一个人口还没达标 现在珠海的人口现在只在219万 在未来几年的话 基本上的话也可以达到300万 大概的话是2年到3年左右 这条珠海的一个地铁二号线的话就会正式动工的了 线路已经全部规划好的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轨道的一个介绍 现在下面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珠海市内的一个交通 因为我们因为现在整个珠海湘州区就是我们珠海的一个老城区 现在的话已经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发展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展了 现在土地也是非常的稀缺 所以说现在整个珠海的一个市区是往南去迁移的 所以说它在现在加建了一条新业快线 这条新业快线已经在建当中 预计的话是在今年年底就会正式 今年年底或者到明年年中左右会正式通车 这条新业快线通车之后的话 在我们在珠海洪北口岸这边的话 直接到我们项目项目这里的话 只需要开车25分钟就可以到了 所以说大大缩短了 现在我们在珠海到我们的一个北围 科创北围片区这边一个时间 另外的话还有另外一条就是一条金型快线 在金型快线的话是从我们 科创北围片区这边的话是直接连接到 横行自贸区的这条线路的话 南段已经通到已经通到 金峰北路这个位置 现在它这条路已经通车 在现在在我们项目的开车的话 大概的话是10分钟可以去到 华巴商都这个位置 大概的话25分钟的话 就可以去到横行自贸区的了 所以说现在市区跟我们高兴区这边的话 基本上的话是只需要15分钟到25分钟左右的 一个时间的话就可以抵达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我们整个高兴区的一个 发展在珠海里面的话 是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 所以说是最具有投资价值的一个位置来的 再看一下我们项目周边的一个配套 在我们项目周边的话 它是有就单单在我们的一个北围片区 这边的话有一个学区的话就有五所有缘 三所小学两所高中一所初中的 稍微等一下我再给你看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科创北围片区的一个政府规划图 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在两公里范围内的一个配套先 首先的话医院的话在我们项目1.5公里 这边有个高兴区第二门医院 另外的话在这边还在建一个中山大学妇幼保健院 是一个三甲医院来的 现在在建预计的话是在22年年中左右 会正式的一个投入使用 再稍微远一点的话再走这个新业快线 开车大概10分钟就可以去到这个中山大学妇幼保 中山中大五院 中大五院 也是我们整个珠海最出名的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生活配套的话 本身我们项目的话就是打造一个大型的一个购物中心来了 平时的一个吃喝玩乐购物都可以都可以解决的了 另外的话在我们项目的话 一公里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高兴保农层 我们高兴保农层这个商业大型的一个商业的话 预计的话也是在今年一个11月份的话 就会正式的一个开业 都是会满部开业 所有一个品牌商家区域都已经全部的一个进驻过来的了 已经成功签约的了 然后另外还有市场的话 就我们这边还有个金顶市场 金顶市场 金顶市场旁边这边还有个商业市场的 平时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买菜啊 还有周边的一个四大的一个银行啊 全部都在这附近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学区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项目这边的话的学区是北围片区这一块了 现有的话就是礼合小学跟礼合中学 那稍微远一点的话还有一个金顶中学啊 还有我们因为我们啊这个高兴区的话 它里面本身这个话就是有一个四大的一个啊 有个大学园区啊 大学园区里面有北师大 北理工啊 UIC啊都是一些比较啊 啊 那个词怎么用呢 不是 开外的话我们珠海高兴区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大学园区的啊 这个大学园区的话是我们珠海所有一个大比较出名的一个大学全部集中在这个位置 比如啊 北师大啊 北理工啊 UIC啊 啊 还有全部都是集中在这个位 集中在这个位置的 还有它一个所有一个教学一个知识的话都是比较高的 你看啊 基本上的话我们上面的一个啊 两到三公里的一个生活配套就给您介绍完了 我如果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科创北围政府规划的一个图 好吧 所看到这个图的话就是我们科创海岸北围片区的一个政府规划图来的 它这个区域的话它总共是分为三个区域 一个是A区一个是B区还有一个C区的 而目前的话A区这边的话都是一些大型的一个高新产业啊 这些的一个产业的话在这里投资的都是超10亿的一个资源的 目前的话现有的一个企业的话就比如有我们那个人工智能ABB 机器人还有一个孵化板块还有一个大数据板块 这些企业已经是已经落实在这个位置的了 未来这边还有很多空地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个深圳的一个企业 外溢过来这边的啊另外的话还是我们那个B区 B区这边的话全部都是一些住宅用地啊 学校用地公园用地还有一个商业用地的 而我们项目的话在这个位置也是整个A区 B区跟C区的一个中心位置啊 未来的话就是整个科创北围片区的一个新中心来的 也是一个城市中心啊 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它周边的一个住宅呢 基本上都已经是卖完了一个状态 已经是一个受庆的一个状态了 现在目前现在啊 现在的话这边的一个住宅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我们保隆这边才会才有住宅项目了啊 还有一个学校啊 在这边学校的话有礼合中学 礼合小学就在我们项目旁边的啊 还有旁边这边呢就是C区 C区目前呢这边呢很多的一个住宅用地啊 政府这边还没有对外拍卖的啊 这边的话就是只有少量的一个啊 少量的一个住宅啊 现在还在建啊 然后现在这边的话 未来这边重点还是规划一个学校会居多的啊 比如这边的话小学用地是比较多的 另外的话它这边是全部都是啊 偏海啊 偏 偏靠海 偏靠海的啊 所以说呢 这边未来这边的一个土地拍出来的话 一个地价就不一样了 地价不一样建起来的一个房子的话 可能价格就会更高 未来这个片区的一个价格 基本上都要去到五万到六万的一个价格了 你现在所看到的话这个沙盘模型的话就是我们整 是我们北战保隆城的一个沙盘模型啊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它总占地的话是13.9万啊 界面的话约50万的 我们项目的话它总共是分为五个地块来开 五个地块来开发的啊 首先的话是我们那个AD块 AD块的话总占地的话是7.5万 界面的话是26万的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CD块啊 是我们一个住宅地块来的 CD块的话这边的话占地的话是2万 界面的话是有6万的 然后BDE地块的话是我们宝龙跟美帝一起开发的 同一起打造的一个项目啊 这边的话是由美帝来操盘的啊 然后现在我们的位置的话是在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啊 销售中心啊 在我们销售中心对面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珠海北站 也就是未来的一个国内罕见的一个四轨交汇的一个啊 位置啊 首先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购物中心 我们整个购物中心呢 总界面的话是8万平方啊 啊 总共是有六成了 下面两 地下两成 地上四成啊 而在购物中心旁边这边呢 还有一个啊 呃 员员啊 因为在员员下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珠海二号线的一个啊 呃 一个轨道的一个位置 我们是预留好这个位置给到啊 政府这边的话来建设这个地铁二号线的啊 啊 然后在我们园林旁边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商业街啊 这个商业街这边的话 有我们四栋的一个啊 搜索公寓啊 加上一栋十五层的一个写字楼 还有两条二十四小时的全时区的一个商业街组成的啊 未来的话这边具体的都是众多的一个年轻人啊 也是这些年轻人打卡的一个首选的一个地方来的 然后过来这边呢是我们一个西地块 西地块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住宅地块啊 我们住宅这边住宅地块的话 总共的话是有四栋楼啊 一二三四 首先一二三号楼的话 它一个层高的话是二十七层的 然后四号楼啊 这边的话是层高的话是二十五层的 我们总整我们所有的一个楼洞的话 都是一个板楼设计一字排过来啊 然后户户的话都是朝正南正南向的 都可以做到南北对流的一个啊设计啊 然后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它总共套数的话只有八百一十六套啊 然后车位的话就只有八百四百八十九个啊 这基本上是一比一零点六左右啊 然后我们整个项目的话全部都是带装修交楼的啊 像现在我们在预售的一个户型的话 大概是有一个啊六十六平方的小两房 就是在每每栋楼的中间的一个位置都是六十六平的 然后的话在每一栋边上两边的位置的话就是八十二平的一个小三房啊 就最这种这种户型的话就是最适合投资还有一个啊 年轻人刚置业的首次置业的一个户型来的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那个预售的价格有了吗 呃我们预售的一个价格大概的话是均价在三万左右啊 三万左右金庄交楼金庄交楼 呃交楼时间什么时候呢 呃我们交楼时间的话是在二三年十一月十一二十六号 二三年的十一月二十六号 是OK 那我们香港的朋友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我们这个单位的话 他们可以做纸带或者按揭吗 呃香港的朋友的话他是可以在啊 珠海这边可以做按揭的但是不能做纸带 就是只能说是做大陆银行的按揭 是的 然后呃客户这边的话是需要有大陆这边的一个流水才可以做按揭 OK 那我跟大家说回了 那他现在在售的呢就是一个八十几的洗衣房 一个六十几的粮房 那他呢就是一个二三年的十一月十一月底 再有交楼是征装交楼的 那他现在呢就是不能做这个直财 港人直财 但是呢他就是可以做这个大陆银行的一个按揭的 不过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陆银行的一个流水才可以做到 那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了解差不多 我们去看看这个示范单位吧 这次呢就是有六十六平方米的单位可以看到的 那整个北围呢现时可以给你买到的货呢真的不多 之前我都说过了 有部分的楼盘真的好难拿货 更加不要说呢在珠海当地没有人帮你手 就算有人帮你手都不一定拿到货的 所以在北围这边拿货呢 我们只能够说会尽力而为的 所以如果你对哪个楼盘感兴趣的 问一问我们看一下帮不帮到你了 现在大家来看个82方的2加1房两天 因为一个示范单位的 嗯接收一下 啊现在看到的话就是我们82平的一个要门房 我想问一下这个门它是交标吗 是交标了我们一个交付标准的话 这个门还有这个指纹密码锁都是交付标准来的 是海碑斯吗是的 海碑斯的智能所交标 进来的话在我们入户门 右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厨房 我们厨房的话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交付标准来的 那厨柜还有出油烟机 炉灶消毒文贵这边都是交标 都是老板品牌的 然后在这个柜子边上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热水器的里面 这个也是交标吗 也是交标来的 品牌的樱花 是樱花的 是OK 樱花热水器和老板牌三件套 这些都是交楼标准来的 那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预留的也是一个冰箱位置 也是预留好的 是的 已经预留好的一个冰箱位置 OK 可以放到一个箱开门冰箱位 进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餐厅 餐厅还有一个客厅 客厅的一个宽度的话是3米4的 3米4的开间 那层高呢 层高的话是2米9 2米9层高 OK 然后从客厅出去阳台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这个推拉门 都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一个隔音玻璃 哦 双层中空隔音玻璃 是 然后呢 阳台的一个宽度的话是1米5 那这个洗衣机的位置它也是预留好的 有预留好的 水龙头擦做低楼都是预留好的 是 好 那我们客厅的交楼的时候的话 它有哪些交楼标准呢 客厅交楼的话交标的话 这就是地板砖 都是交标 然后还天花 吊顶也就吊好的了 是 然后的话它一个墙的话 它都是白色雨胶漆墙来的 全屋都是白色的雨胶漆 全屋都是墙面都是白色的一个雨胶漆 好 我们去看一下房间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主人房吧 是 这边是主人房 然后我们房间的一个交标的话 就我们铺好了这个实木的一个复合 木地板 是 然后做好踢脚线 然后其他都没有了 其他都没有 空调啊 衣柜啊 墙啊 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 是 OK 那它就是木地板啦 跟着白色雨胶漆全面啦 这个呢就是这个交标啦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洗手间 洗手间这边的话 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东西的话 都是交标 然后用了一个品牌呢 都是用了一个可乐品牌的 就是呃 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 除了可以拿得走的之外 它都是交楼标准对吧 是的 那像这个毛巾架它也有吗 有的 OK 好的 我们去看一下下一个 我真是不想要给大家 真是扎关销 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书房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房间的话 它是有一半面积是赠送的 但是我们报件的时候 是以阳台来报件 就是阳台房 是 但是我们交给你的时候的话 到时候是会做成一个房间交给你的 好 好 那么它这间就阳台房了 它就是计一半面积的 那么它交流的时候呢 它是做好了这个房间的比 大家就不用花时间去封窗 好 我看一下吧 这间客房 然后 这个客房 这个客房带一个大飘窗 带一个大飘窗 那这个飘窗的它的宽度 大概有多少呢 宽度的话大概是在70 70 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赠送的一个面积 是全全赠送 然后我们这个样板房的话 它这个飘窗的话 我们是坐高了一点点 因为我实际交楼的时候是没有那么高的 OK 然后是到时候都跟这个床平行过去的 好的 那好像我们这个82的一个2加1的话 它的一个总价大概是多少呢 82这个总价大概的话是在250万左右 250万左右 好 好了 听完详细的介绍 我们又来用第一身的视角 看多一次这一套82平方米 2加1房1位的示范单位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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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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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5年的時候已經推出了 當時也有很多發展商、代理等等 預期未來生小朋友的人越來越多 對於房屋的需求也會大增 雖然由2015年到現在 大部分城市的樓價都有上升 但是想告訴大家 出生率並沒有上漲到 所以其實就算二胎的政策允許之後 都沒有一個明顯的生育率增長的話 三胎政策都只能夠服務到部分的家庭 是真的想著再生多些小朋友 但是對於大部分的民眾來說 現時的一些年輕的夫婦等等 已經進入了一些類似發達國家裏面的一個生育意識 就是說如果你照顧不了 又或者給不到好的教育、給到好的生活 其實都不是很想生那麼多 跟以前的農村年代 所謂天生天養那樣東西是不同的 其實在十年前左右 我也有接觸過一些來香港生小朋友等等 一些是國內的中產人士 如果時間回到十年前 當時二十多歲、三十歲左右的年輕夫婦 都真的挺期望生第二胎的 但是過了數年之後 很多的城市見住房價的上漲 生活成本的上升 以及對小朋友教育方面的一個投資的成本等等 其實令到很多家庭都沒有再這麼樂意去生第二、第三胎等等 所以其實你說現在 既然二胎的人的quota都沒有用盡 你說推行三胎 是不是真的很多家庭就會生三個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未必了 不過你說對於樓市的影響呢?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 每一個城市、城市化的進度會是怎樣的? 以深圳、廣州為例 每一年呢 仍然有很多的外來的人呢 是湧入到這些城市這裡面打工 就是說呢呢 城市化的進度仍然在爭長中 而這些外來戶籍的人呢 在當地、落地、生根、有小朋友 然後都一樣有住房的需求 Ou或者有一些十凌二十年前 已經來到當地打工的人呢 她的小朋友都長大了 在當地接受了教育之後 其實已經去到计分年齡 或者準備生小朋友 其实他们对于一个分支家庭买楼等等的一个需求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我只能够这么说,部分的城市对于楼房的需求其实持续增加 但是你说这件事对于三胎政策有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呢 本身就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你由二胎政策见到出生率并没有上涨,已经可以预期 即使是三胎政策推出之后,都不见得有很多家庭是真的会生第三个的 其实现时愿意生得多的,很多时候都是农村地方 但是农村地方也有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部分落后地区的 其实男士想找老婆都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出去城市打工 所以在十几年前才出现所谓拐大了一些妇女,就说卖去农村做老婆等等 其实一个地区对于新楼等等的需求有多大,其实都牵涉很多因素 除了刚才我说的城市化之外,到底分支家庭是否需要买一套房也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我听过一个上海外来的人士说上海这边的楼曾经有一个笑话 就说是被外母炒高的,怎样外母炒高呢? 因为譬如说一个外来的男士想娶一个上海的女孩 那他外母见面的时候就会问 小伙子,你在这边有没有楼啊? 那如果你回答他没有,他的眼角的眼神就会不一样的 如果你回答他有,又或者将会买的话,他的眼神就会友善很多 那当然这个故事就有点像我们香港也有个笑话 就是说去到外母家吃饭,有没有鸡腿吃那样东西 那至于到底有没有鸡腿吃就在乎于你是住在公屋,居屋,还是私楼等等 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不过想告诉大家,其实对新楼的需求 除了看城市化,人口增长之外,也介乎于到底每一个家庭观念里面 需不需要分支出来那样东西 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人在国内其实他结了分那样计 他一直都是和父母一起住,住在那些村屋里面 所以是不需要说再买楼分支出来等等的 如果本身那个地区这一样观念比较重,根本对于新楼的需求是很小的 即使有搬出来的需求,可能都可以问到村那里拿地自己去建一些村屋去住 所以是不需要买新楼的 好了,听完今集的讲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些反高潮 以为我会说三胎政策,跟着楼价大飙升,需求大飙升,其实是不会的 主要都是看多重的因素 如果有人跟你说三胎政策出了,楼价需求大飙升,一定要快点买 你自己要小心点 若然你对北韦这边的楼盘感兴趣的,想我们帮你找找哪个盘会更容易买到等等 记得尽早联络我们 今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好,我们自家兄弟的铜锣湾新店已经正式开幕了 欢迎各位观众和客户随时上来 了解大湾区楼盘的资讯,又或者可以预养我们看楼 大家记得了,铜锣湾站的C出口,出了之后就跟着我们走 这里就是写字路路口 我们就是2304 23楼出来,左手边 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家兄弟的门店了 铜锣湾广场二旗是有自设的车库 大家既然开车的话,来到洛克道就可以找到停车场入口 当然除了铜锣湾店之外,如果你觉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这一边,地铁站出来也是相当之快就可以过到胡舍新巷这一棟大厦 在8楼出了车后,802和8037就是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总店 自家兄弟这条频道和团队一直以来都是发掘楼盘的最真实一面 让大家知道,我们也会用最专业的角度和观点 去和大家分析每一个楼盘的利与弊 除了拍摄楼盘最优美的一面之外 我们的服务包括专车接送,万里认购手组,签约等跟进 以及客户无法到现场的情况下,帮客户扣入深水单位 一直以来都将观众和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无论你是即时有意去购买,或是想资讯意见,或是想获取楼盘的资料 都欢迎你透过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联络我们自家兄弟 我们希望今后都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还未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可以现在订阅 按旁边的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下条影片见,拜拜 拜拜